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这个皇帝有四个儿子,三个都被他杀了,剩下的一个竟成了傻子通常名人都生有意象,往往就长着一副可怕的面相,嘴大下发短,双眼突出,面色血红, 这些在世纪中都有记载,那么,在当时,王莽身边的人怎么评价他的长相,那就是突出的眼睛像尸鸟,血喷大口,像老虎,嘶哑的声音像豺狼。 王莽不但长得凶恶,还做过不少符合他面向的事,王敬燕是王莽的原配皇后,孝母皇后,给他生了四儿一女,王羽,王霍,王安,王林,一女孝贫皇后王燕,在这五个儿女中,一个自杀,一个病逝,剩下的三个全都被王莽杀掉了。 王敬燕,史称王皇后,她是汉昭帝时,丞相王心之孙,宜臣侯王贤之女,其丈夫王莽之父,王莽早死,独步封侯后来王蔓被追视为新都哀侯,母明君及王莽之母去世,后来封为公贤君,供养皇太后王正君,有老苦,故有封侯之殊荣,然仍家境孤寒,以孝贤闻名相礼,在王莽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, 曾拥立了只有三岁的汉平帝,为了避免汉平帝的母亲派系干涉朝政,王莽禁止汉平帝的母亲一家进京,可不,让母亲探望孩子这事实在有点不地道,王莽的大儿子王婆实在看不下去了,以汉平帝长大后抱负王家为由劝说父亲,可王莽根本不听,还是一意孤行,王宇继承了他老子的鬼谋,搞起邪门歪到那,一套, 派手下在王莽家门口泼血,王莽是死到高手,儿子的小把戏被他瞧破,盛怒之下直接赏了儿子,一杯喝了就归西的毒酒,最终,王宇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死了,二儿子王莽的死完全是自己做的, 他失手挫杀了一个婢女,杀人长命天经地义,更何况杀人者是大公无私的王莽之子呢?王莽只能选择自杀,成全了父亲大义灭亲的美名,将父亲推到道德的至高点,可以说,王莽在称帝之前获得大量名望,他的二儿子有着不少的功劳, 公元21年年初,王敬燕病入膏肓,双目失明,在病榻上的他近乎绝望,为什么呢?因为不但他的女儿守寡,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王莽杀掉了,有什么事比看着儿女受难,更让人伤心的呢? 王敬燕刚生病的时候,早已成为皇帝的王莽,让儿子王林前去照料母亲,王林在照料母亲期间,跟母亲的侍女人必产生感情,不料,这个侍女同时也跟王莽有不清白的关系,可能是这个女孩太吸引王林了,王林度火中烧,决定联合行人杀掉父亲,在准备期间王林被贬,王莽把他从宫里面到外面居住了,王林的妻子懂些关系, 王林占卜之术,某日,他告诉王林,不久,皇宫里会发生白衣之会,这让王林觉得,这是自己能够是否成功的好兆头,大喜过望,可苦于没有进宫的机会,又害怕自己跟两个哥哥一样,遭到父亲毒手,所以,就先给母亲写了封信,这封信大体的意思就是,母亲,您也知道我父亲的为人,他对儿子非常歹毒, 我的两个哥哥都没能活过三十岁,现在我也三十岁了,我感觉父亲要对我动手了,母亲您要多多保重身体,若您出了什么事,儿子可能就难逃厄运了,天意弄人, 这封信连转到了王莽手里,王莽读过后认定儿子包藏货心,此时,王敬烟根本就不了儿子,一气之下撒手人寰,王敬烟死后,并没有得到安宁,王莽给他的灵信取名一年,就是为了让王敬烟在另一边,永远照顾他的父母,这做法实在有点过分,活着的时候,人家陪你这么多年,死后还得伺候你家祖先一亿年, 实际上,在王敬烟刚成为皇后的时候,王莽还曾把他的名字改了,因为,当时,有个同性不结婚的规矩,两人还都姓王,作为皇室必须得给大众起模范作用,于是,就给老婆改名叫刘秀秀, 以此,保全了自己的面子,处理完老婆的后事,王莽开始把魔爪伸向王林,派人把元璧等一切与王林有关的人都带补起来,逐一审问,得知了情人和儿子通奸,以及王莽密谋是否的缘由,然后,他就杀掉了元璧,这里,审理案情参与抓捕的大小官员,也没能逃过厄运, 最终,王莽为了避免丑事流传出去,把这些人都杀掉了并且秘密埋掉,并且,埋谷之所这些官员的亲属,根本无从得知,处理完这些后,王莽钻着,被毒酒走向了儿子王林,王林倔强,不肯饮酒,随即自杀,想到儿子策划里的星象部分,王莽又找到了王林妻子的老爹刘新,对他说,王林对星象一窍不通,肯定是你女儿, 听信家这么说,刘新还能怎么办,于是,刘新也自杀了,这桩事到此终于干干净净地解决了,王林和王静烟仅存的儿子王安,时及对他的记载不多,只是说,他脑袋不大灵光,精神失常,母亲王静烟死后不久,这个儿子也得病去世了,在王莽推行新政时,吕有汉,黄,瘟疫,黄河绝口改道等灾害出现, 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,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,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,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,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发生黄灾,旱灾,饥荒四起,各地农民分歧,形成赤煤及陆林大规模的反抗, 23年,赤煤军攻入长安,诛杀王莽,火烧为央攻,王皇后叹息道,和面目已见汉家,自焚而死,想年27岁,现在想想,王莽的面相跟行为太贴气了,他一生隐忍,伪装,得志,纵欲的过程,恰似一头食肉动物,只不过他的猎物比较大罢了,参考资料,王莽,皇帝不是好当的,汉书,信论。